有背景音樂的這樣的反彈節目的音效來源測試 不小心又多了一個這一支的聲音 還有這一支的聲音 還有背景音樂 你看看這樣聲音會不會怪怪的 我們在用電腦obs上面做直播的時候常會遇到一些 聲音設定上面的問題 比如說常常有一些 買家問我說 哎呀這個我在做直播的時候 可不可以遷入這個背景音樂 我在做直播的時候 可不可以外接這個麥克風 這一集的節目啊主要是要詳細的分享 關於obs的這個聲音上面的設定 好首先呢obs 關於這個聲音上面設定有兩個參數一個叫做 擷取音效輸入 一個是擷取音效輸出 什麼是擷取音效輸入什麼是擷取音效輸出 其實很簡單的分辨 你現在以電腦obs為個中心 聲音灌到電腦obs裡面去的 就是外部的聲音灌進去了這叫做擷取音效輸入 比如說啊我今天接一個麥克風 這個麥克風的聲音灌進去這個電腦obs裡面 這是我就要選擇這個擷取音效輸入這個 如果說啊我的聲音是從裡面的聲音抓出來的 比如說我今天抓一個 裡面的聲音是 這個mp3 當成是一個背景音樂 好這時候呢 我的obs的選項 就要選擇這個擷取音效輸出 所以呢很簡單的分辨就是聲音 從外部進去電腦obs就用擷取音效輸入 裡面的聲音自己產生出來的 然後當成是個背景音樂的 當成是一個直播的音效來源的 那就是用擷取音效輸出 好 那就關於這個 擷取音效輸入這一塊我就用 外接麥克風做個分享 這外接麥克風啊有非常非常的多啊 那 我們以收音形式來看像這種 這種叫做新型麥克風 所以的新型麥克風就是 這個頭啊朝著我這一邊嘛這個頭 這個範圍180度以內的都收得到聲音 他的屁股後面這邊 是收不到聲音的這叫做新型麥克風 那還有一種麥克風啊是這一種 一根的 這叫做指向麥克風 就麥克風對著我 才會有聲音 背後旁邊都沒有聲音這叫做指向麥克風 還有看到一種就是這種麥克風叫做 環形的 就是360度的這一種 全方位麥克風 這種麥克風就是 360度都收得到 那我們在做這個談話性的節目的時候 我們不太喜歡用這一種 環形的麥克風 這種通常是做視訊會議的時候 因為有很多人嗎那個 然後的聲音都比較不集中 我們通常不會用這一種 好我們在做這個談話性節目的時候或者是一般 講話的那種 直播通常會用到這一種叫做新型麥克風 就是朝這個180度 或者是這一種 指向麥克風朝著我自己的 這種聲音會比較集中比較立體 就是 比較不會聽得到旁邊的一些 雜訊的聲音這樣子 關於這個麥克風的輸出啊有分成兩種形式 一種是3.5mm的 這種是類比的接頭 還有一種是 USB的麥克風 這是USB的 好 那我們先介紹3.5mm怎麼連接 這是3.5mm的麥克風 他又有分成兩種 這一種是3.5mm的三環 你看一下他的金屬環是不是有三片 123三片 另外啊這種是耳麥 耳麥是3.5mm的四環 金屬環有四個 1234 四環 好 那麼 電腦又分成兩種 一種是 一個洞的 還有一種是兩個洞的 這是最傳統有兩個洞的 這個兩個洞的啦 他預設就是接這種 3.5mm的這種 三環 因為他是耳機跟麥克風是分離的嗎 那這種一個洞的他預設是接這種 耳麥形的 他就是要接四環 那我現在的問題是說 這個本來是要接這個耳麥嘛對不對 但是接沒有問題 可是呢如果我要接這種可不可以呢 這個是3.5mm的三環 這樣接 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啊你就要買一個轉接線 這種就是出來就是 耳麥的那種頭嗎 然後他就分離成這兩種 這樣子 麥克風跟這個耳機 這時候你就把它接進來 接進來 他的耳機的地方就沒有接 但是這個地方就變成四環 這時候這樣就可以接進來 好 那這一種麥克風 這一種的筆電 他預設是要接像剛剛這一種的 那我們可不可以接 耳麥這種型的呢 也是可以啊你去買一個這種頭 就是 四環轉三環的頭 這種 這邊有三環 把他接進來 這時候他就退化成一個 純麥克風這樣子 好就把接進來 好這樣子這樣就搞定了 所以 你不管 怎樣的形式就可以對應 好我們現在實際做個示範 現在這個是連接一個3.5am的這個麥克風 然後呢 我們連接一只攝影機過來 這是sony的攝影機 接過來 然後這個hdmi輸出連接我們這個febom 179 plus的hdmi截取卡上面 接進來 接進來 實際做操作 obs這邊的話我們先按截取視訊裝置 去抓 截取卡的影像 好抓到了 這樣子 然後呢聲音的部分我們就按截取音效輸入 截取音效輸入 這時候去抓誰呢去抓 這個有一個叫做realtech這一支 realtech這個的話就是內建的這個麥克風 這是realtech 你看是有聲音的 這樣子好 好這時候的聲音就是來自於這一支麥克風 影像就是來自這一支sony的攝影機 那我們現在介紹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我們剛才講說這個是3.5am的這個三環嗎 這樣子 這種 那我們現在在連接一個這個 USB的音效卡 為什麼用這個音效卡因為我覺得這個音效卡蠻便宜的 而且又蠻好用的 然後呢他的對應的洞就是兩種一個叫做 麥克風 還有一個是耳機 所以剛好這有兩個洞嗎 兩個洞就剛才跟大家講介紹一樣 就是跟這種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這兩個洞是一樣的道理 那這兩個洞他就是接3.5m的這個三環就直接就 合適了你看就直接這樣接上就可以了 這樣子 那我們再把他接到我們的電腦 我們接個延長線 接到電腦 這樣子 音效卡就接到了好我們跳到電腦做一個設定 這邊有個喇叭地方滑鼠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做 開啟這個城市這邊 那個叫做系統音效這邊 好然後那個有個叫播放的地方 播放的地方請大家注意一下 請你把這個USB的這個把關掉 這個把關掉先把關掉 停用 這樣子 剛剛做掉目的的是因為 你插上去的時候 這個是電腦的 麥克風這邊是電腦的麥克風進來 然後這邊是他的耳機出去 耳機就是相當於是揚聲器 如果我剛剛沒有把他給幹掉的話 聲音會從這邊出來 我剛才的動作就是把這邊的聲音 不要從這邊出來 還是 從原本的電腦的喇叭出來的目的 好這次我們再到電腦的obs去做一個設定 電腦obs的話這邊還是用擷取音效輸入啊 但是我這邊接的就不是realtake的這個 realtake是電腦內建的這個 音效 然後呢就抓這個叫做 usb device這一支 好這樣子也可以 嗨 你看 這時候聲音也是有的 這時候聲音就是來自於去抓這一支這樣子 好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用這個去做 因為這樣會比較單純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這種 usb的麥克風怎麼連接到 電腦的obs上面做直播 剛剛我已經有示範的這個 3.5mm的這個三環的這樣的麥克風 連接這個usb的音效卡 然後呢在這上面做示範 其實沒錯這樣的接法之後 3.5mm的麥克風就進化成usb的麥克風 這樣的原理 跟我等一下要介紹的這樣子是一模一樣的 好那我們來實際做操作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usb的這個麥克風嗎 那把usb的接口 連接到這個電腦里面去 好我們到電腦obs 好 這時候一樣的道理跟剛剛一樣 請你到這邊去按滑鼠的右鍵喇叭這邊 這個地方 應用程式這邊開起來 系統音效 這個個播放 請你將那個給關掉 就是這個喇叭像這個 原本是這樣子的 好把關掉 這樣子關掉 這留下這個喇叭呢還是留下這個 這台電腦原本的喇叭 按確認 好 這時候你就跳到電腦的obs去 這是電腦obs 那一樣的道理 他還是一樣是外部的聲音啊 叫做還是要叫做擷取音效輸入 好我砍掉一次再一次 擷取音效輸入 這邊擷取音效輸入 好 然後這邊去抓 抓哪一個 抓這一支麥克風的 這支麥克風的 那我們來看看這支麥克風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做這一支 你買的不一樣的麥克風他的名字就是不一樣 以這支為例他就是那樣子 不一樣的麥克風有不一樣的名字 來 這時候再按確認 好這時候你的聲音就是來自於他的 我們來測試看看哦 這樣子 那這麼在動 接下來我們在做這個obs直播的時候 我們想要遷入一個背景音樂 我們剛才已經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將這個外接的這個麥克風 連接到這個obs上面 但是我在做直播的時候我想要遷入一個背景音樂 好我們剛才有講過說 obs 關於這個聲音的部分有兩種選擇 一個叫做擷取音效輸入 就是這邊 這個擷取音效輸入就是將 輸入 就是電腦外面外部的聲音輸入到電腦里面的這種聲音 當作是一個音效來源 還有一個叫做擷取音效輸出這個地方 好這地方按下去之後呢 就是說電腦里面發出的聲音 電腦里面內建的聲音 自己原聲發出來的聲音當作是直播的音效來源 所以啊我等下按了這個擷取音效輸出的時候 當你的電腦發出一個嗶嗶嗶嗶的聲音或者是叮咚 叮咚的聲音的時候哇 這也會出來 所以你在用這個功能的時候特別小心 就是你要將你的什麼skype啊 line啊還有什麼微信啊什麼什麼要把它關掉 不然的話那個怪聲音出來 你也會當成是你的直播的音效來源 好我們來示範一下 就是這個地方擷取音效輸出 按下去之後呢 他就問你說 輸出是哪個喇叭當作是你的音效來源 就是用這個內建的這個喇叭我剛已經關掉了嗎就是就出現這一個 好就按確認 所以說啊我等一下我就要按這個 這個桌面上這個MP3當作是我的音效來源 好他播出來 好他放出電腦放出什麼聲音嗎就是直播什麼 好你要特別注意是說 你要讓這個聲音哪要有循環 這邊按循環 要有個找個適當的播放器讓他循環就對了 好 所以我就按這一個 要循環播出來的聲音當作是音效來源 還有另外啊 他現在聲音從喇叭放出來嗎 你在喇叭放出來有被他收到所以聲音也會有問題 所以啊請你用個 耳麥把接進來 讓聲音 跳到這邊來 不然的話你的聲音等一下 會經過你的麥克風又會 就會很吵就對了好所以呢把 最小話之後 這時候看到這邊 擷取音效輸出這邊按一次 看這邊 好這樣子 你看這邊在動嗎對不對 好 好 那我們這邊可以調個比例啊 這個讓你的聲音不要那麼大聲 不然的話你聲音會蓋住你的講話聲音這樣子 我們就要錄影 哈嘍我現在做測試 有背景音樂 的 這個 音效 的這個功能 哈嘍哈嘍我現在在做 有背景音樂的這樣的反彈節目的音效來源測試 是不是這樣就可以有達到一個 有背景音樂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我們現在啊OBS上面的聲音來源有兩個 一個是 這支麥克風的聲音好就是看到這邊 另外一個就是 OBS的背景音樂 就是這個 你要做直播的時候特別要檢查這個音效的來源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啊 如果啊 你不知道哪個有什麼東西你就把它砍掉 比如說這全部把它砍掉 不要讓他流活口就讓他砍掉 只留下你這兩個元你知道這兩個 解體運效輸出啊就是我的麥克風聲音啊 解體運效輸出呢就是我的那個背景音樂這兩個我確定知道了 其他不知道了呢就全部給一個砍掉 這樣才會保證你的聲音是 是正確的 好我們現在做個實驗如果說我今天又不小心抓到這一支麥克風的聲音 因為這支麥克風有聲也可以收音 然後又跟這支收音又給他 重疊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我們來做個實驗看看 好我們來做假設我們再多收這支麥克風的聲音 擷取音效輸入因為他是外部的聲音嗎 好 那聲音來源就是來自於我的飛鳳179plus來自擷取卡的聲音 這一個 好看到了 哈囉 hi 所以呢你現在看到三個聲音來源 這個是我原本的 然後呢擷取音效輸入2這一個就是這一支的 好我們來實驗看看 理論上應該是要把它給砍掉如果沒有砍掉會發生什麼事情 現在做一個聲音測試 現在收音 不小心又多了一個這一支的聲音 還有這一支的聲音 然後還有背景音樂 你看看這樣聲音會不會怪怪的 現在做一個聲音測試 現在收音 不小心又多了一個這一支的聲音 還有這一支的聲音 然後還有背景音樂 你看看這樣聲音會不會怪怪的 你看嘛 聲音是不是重疊在一起 這樣的聲音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在做直播的時候一定要務必去做一個檢查 把不要的把它槓掉這樣子留下你真的知道的的聲音的來源這樣子 好 以上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那還有人是說 那既然 這關就有聲音了那你為什麼要加這支的麥克風 原因是這樣子啊因為這個聲音他內建的麥克風 是全方位的聲音 他沒有辦法 集中 你接這種麥克風的時候他聲音會集中 聲音會比較立體一點 好啊這種聲音是主觀意識啊也沒辦法說哪個是對或錯 那我只是針對於說這個設定上面的原理跟大家做個分享 好謝謝大家